Lio聊四季 現金中心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斯拉夫人對上葡萄雅人 這場比賽是中東盃的比賽 OK 又跟這個Miper呢 都已經結束了他們的賽程 那他們的精彩賽事呢 還會在這個頻道上陸陸續續釋出出來 OK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農田的運作效率 是遊戲裡面的運作效率加成最多的文明 加15% 那斯拉夫人呢 主要是一個步兵文明 他的王家四仇呢 可以讓自己的步兵獲得額外的增傷效果 而且是武士防護力的那種 那斯拉夫人呢 他的貴族鐵騎 也是遊戲裡面的騎兵鎧甲 近戰防護力最坦的騎兵單位 所以斯拉夫人呢 主要是打這個步兵為主城 然後騎兵為斧的部分 那斯拉夫人呢 他的工程器製造所裡面的工程器呢 也是很便宜喔 但是他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呢 他的工程器是蠻需要看情況才可以出的 如果對方有火炮的話 很容易輕而易舉的壓制自己 或者是生鯉壓制喔 那斯拉夫人呢 還是要多多運用他的肉類加成喔 轉出這個大洛馬 或是貴族鐵騎 或是大量步兵喔 進行攻擊喔 會比較適合一點 好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葡萄人 那葡萄人呢 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精冠科技喔 風琴 火神槍 可以讓自己的風琴砲 跟火炮 還有火槍喔 都獲得這個彈道學能力喔 所以在打移動中的目標史喔 即使你不用空喔 你的火炮呢 跟火槍喔 都可以打得非常非常準喔 那葡萄人的後期呢 也可以 也可以蓋下這個港灣大長戰喔 無限之間的戰術喔 也是葡萄有專屬的能力喔 那葡萄人呢 他的黃金單位喔 也是特別便宜的 不管你是要出小工啊 或者是出這個騎士生旅喔 都有八者優惠喔 所以葡萄人在各的地圖上喔 不管是海陸混合或是陸戰圖喔 都不會算是泰陸的文明喔 好 那稍微介紹一下這張地圖喔 那這張地圖喔 是不能圍死的喔 這張地圖是有實質路的關係喔 這個實質路呢 是不能蓋任何建築物 所以圍死是只能圍到這裡喔 這裡就不能再圍東西了 然後到這裡再圍過來 所以一定會有一個開闊的路 會讓對方走 那這張經濟的配置喔 其實有點像是阿拉伯 八大彩板 黃金有夠多 但石頭分布喔 是有點淋散的 所以這張地圖呢 會打起來喔 比較偏吃一些黃金兵的單位 那這張地圖喔 無愛歐選擇斯阿富人 就有點 我不太理解的地方是 因為斯阿富人他吃驚的部分喔 就只有這個生鋁科技阿 還有這個 他的生鋁戰也蠻強的 還有那個工程器喔 還有這個貴乳鐵器 比較吃驚以外喔 那其他的東西其實沒那麼吃驚喔 那他的路線大概也只有這些 能轉的東西也並不多 並沒有火炮這種選擇或火 或者是一些 奇怪的打法出現喔 而且你也可以說是喔 斯阿富人在這種對決裡面 他不是那麼吃香的文明 因為黃金太多了 所以他的 民兵系 黃金吃重比喔 也是非常少 可以用少量黃金爆出大量的建兵勇士喔 那這部分可能YO有自己的想法在喔 就來拭目以待 看一下YO會怎麼打出精彩比賽 好 我們來看一下VIPER這邊是一個 右邊開黃金 那WIL這邊是轉肉碼 VIPER是轉槍兵出來 那VIPER也是轉了一些肉碼 進行騷擾 但騷擾 騷擾到一半 看到對方是轉槍兵 決定往後走 稍微偵查一下 三隻肉碼也沒有打到東西 好 這邊看一下能不能抓到 OK 這邊槍兵過來 好 洛馬過來能不能抓到呢 不敢 有三隻槍兵太多了 這邊槍兵防守其實不錯喔 稍微拉一下 左邊有抓個機會打到村民 但是被戳到了一槍 兩邊都在用肉碼繞一繞去 看來前期要打到東西很困難喔 除非要硬上喔 但我覺得硬上也不一定喔 這邊槍兵數量真的是多 唉唷 這邊肉碼越來越多了 完蛋 VIPER待會可能會被硬上喔 危險危險危險 這邊太危險了 拉走拉走 好 左邊補下了一個兵工廠 好 這邊配了一些小工到前線 這邊應該要轉射箭廠了喔 YO這邊補下了瓶種 可能待會要開戰了 有瓶種的肉碼喔 可以多扛一下槍兵的傷害 所以YO這邊應該是要來一個絕地開打 好 瓶種硬好果然看到槍兵 上前就是一陣輸出 沒有槍兵的干擾 好 VIPER這邊果子的村民 可能要死兩村喔 唉唷 但是看到兩隻槍兵過來 又不敢打 先打後面那隻村民 然後再反擊後放槍兵回去 這邊有瓶種傷害實在太高 直接收掉三隻槍兵跟一隻村民 下方的箭塔應該是能蓋得起來 OK 這邊硬戳 看起來是VIPER被拿到的手殺 下方又圍了起來 繼續吃果子 好 現在壓力非常大 YO這邊想要用自己的肉碼 回去解掉這一坨兵嗎 這裡的兵實在太多了 五隻槍兵 配上四隻弓兵跟四隻肉碼 這裡要剪 一定要轉戰毛兵喔 那戰毛兵現在在後面 剛剛點下一集一射 只要能解決掉弓兵的問題 就可以用槍兵稍微反擊回去 好 MIPER這邊也是轉了一些弓兵 繼續按 封箭時代打弓兵是葡萄牙很優勢的一個細節 好 上方落馬 誰掉一隻 偷偷賺到了 毛兵出來 有人會問說 為什麼 VIPER都不會擔心 YO這邊升城堡時代 其實YO他們也知道這個資源自於是 16分鐘出了大概快要10隻的肉碼 甚至超過10隻了 這個情況下你要去點城堡時代 不太合理 就算是斯拉夫人也是喔 或是波蘭 所以 VIPER並沒有非常擔心 對方升城堡時代 而是繼續強攻對手 好 這邊這隻弓兵可能跑不掉囉 這個出來 沒有地方跑 繼續追 拉拉3隻弓兵去打 好 一隻槍兵過來 能戳掉殘血的肉碼嗎 OK VIPER這邊也是回歸回家了 把這個弓兵拉回家 好 那打毀三城堡時代 在白朋友升時代上的優勢 可以轉出弩兵 看最方已經有毛兵了 這裡毛兵要稍微測一下 唱兵需要來到了7隻 YO這邊軍事有點猛 但是還是沒有點這個異反 先點攻擊力而已 OK YO也點下了城堡時代 看到VIPER這邊往後撤 YO應該也猜到了 對方應該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葡萄這邊也轉出了品種 看來三城堡時代 初期要轉一些騎士 去追這些 肉碼 好 下方的村民會有點危險 稍微圍一下 OK 這裡圍好 右邊要開城鎮中心嗎 但是他這裡是賣石頭 喔 這邊補一個修道院 但是後面村民被追著跑 好 後面回頭射一下射倒了一隻肉 OK 待會葡萄這邊要買100石頭 才可以開城鎮中心 OK 買了100石頭上去 OK 二級射 沒有機會可以點 OK 有200肉了 差一點點 快 去按二級射 有了 OK 二級射點下 奴兵二級射 成型了 然後開下了城鎮中心 搓掉了一隻 槍兵 槍兵還在防守 再繞一下 槍兵擋一下 OK 村民要爆打了 槍兵兩隻搓 搓掉了一隻肉碼 又搓掉了一隻 但是還有三隻肉碼 但這邊已經圍了起來 MIPER把自己村民關起來 Nice 這坨的牛兵也是往前衝 但這邊進塔越差越多了 這三隻肉碼有點麻煩喔 沒有辦法擠得乾淨 生旅出來也會有點危險喔 有可能會被抓到出玩時間 OK 射掉了一隻肉碼 將公兵潰不成軍 數量太少 務命繼續往後浪 OK 騎士生了出來 但是葡萄牙這裡 黃金不夠多的關係 光按生旅跟公兵就是極限 我覺得可以趕快按一隻騎士去追這些肉碼 才不會被壓制住 現在被壓制住就很麻煩 好 下方這邊直接走到劍塔射成戀儀 被射個幾波 但是也收掉兩隻村民 當然如果騎士來的話就很麻煩囉 好 早想沒機會差一點點 好 上方的 產生東西已經開始運作起來了 VIPER這邊的村民處來到52隊46村 這波公兵 可能會不會追上喔 左右包夾 這是一個 環繞型地圖 萊克意識到右邊要被包夾了 趕快先回頭射後面的騎士 這樣可以把自己的損失降到自己低 萊克的判斷非常正確 但玩家這麼打的真的是好 騎士包夾成功 那普塔射這邊就要思考 到底要不要轉重裝長槍兵 或是要按更多生旅 那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 波塔射打缺黃金兵的路線 打這個騎士啊 或是大量攻兵配生旅 也是一個很好的搭配 好 那MIPER這邊的決定 是要轉槍兵出來 今天槍兵數量死在 這個騎士數量死在太多了 不轉眼槍兵感覺有點 會夾不住 並生旅的招搶手術有限 OK 右邊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從今現在確保起來 萊克點下了彈道學 這邊補了一根城門 這裏一定要守住喔 因為這裏有大量村民 三十六村 好 這裡收村一下 著想 後方 落馬 注意 頂射一發 再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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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射掉一隻落馬嗎 哇 沒有辦法 生女被砍兩個刀就會死去 唉呀 最後生女全部倒光了 這也是MIPER的疑慮喔 自己雖然有生女可以壓制對方騎士 但是並沒有辦法 很好的擋住落馬的衝鋒 好 現在有彈道學了 攻兵數量 來到了14隻 還不是非常多 好 上方補了一個魔防 攻兵繼續往下走 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上方這裡魔法要收村 收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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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 快快快快快 完了完了 VIPER這一波有點尷尬 下方還有一隻肉馬過來 裡面人滿為患 生女不能放進去 趕快讓你村出來 唉呀 最後還是守住了 有轉槍兵還是比較安心啊 下方這一波又開打起來 攻兵直接躲在金礦的小洞裡 後面用城鎮中心進行攻擊 但是看起來有些村民沒有收村進去 右邊已經告城鎮中心 左邊的這些攻兵單位 可能會被吃掉一些數量 但應該不會被全吃 因為這裡一直都在城鎮中心的射程範圍裡 這些騎士YO送得有點太快了 但是後方出來的生女一瞬間又被解掉 哇 這一波是YO的大反撲 還意識到對方開這麼多城鎮中心 自己再不趕快打個一波 會損失慘重 但有點為死一晚了 VIPER這邊的防守反擊打得實在是太好 上方騎士過來 有蓋成本嗎 來不及 唉呀 這裡馬上補一個成本 就可以阻止騎士衝進來 但要拚手術 上方被吃了一波 VIPER好像沒有發現 農田裡的村民被砍掉了一些數量 後面下降只剩下81吋 這裡要繼續轉動裝長槍兵 前方的工兵開始給壓力 事實上來到了20隻 有20隻的工兵 是很難解的 斯拉夫這邊可以轉一些奴套出來打一下 要不要轉個工程器製造所呢 好 上方不用聖旅著翔 這個硬招 唉呀 招到了 好 收進去 收進去嗎 好像有 好 收進去了 OK 左邊斯拉夫人壓力非常大 工程器製造所下的有點慢 已經到了臉上了 才在補工程器製造所 有點為死已晚咯 這個工程器製造所蓋不起來 這裡只要卡在這個位置 算了 現在工兵想射誰就射誰 還卡在這個 騎兵出來的位置 完了 B-B-Q了 OK 普桃還補下了拇指環 到外攻擊速度又更快了一點 國桃牙工兵速度非常快 那這邊成人中心數量也很多 那這邊農田非常荒蕪 白白這邊偵察到 他應該預判自己是領先的 畢竟分數也是領先 哇 這邊直接走進來 被成人中心爆射一波 國民數量來到了 只剩下十幾隻的單位 哇 九隻 連十隻都不到 這是為什麼成人中心不要輕踏入進去 他的範圍裡 非常的痛 而且是工兵單位喔 沒有一點工兵鎧長 走進去會直接蒸發了 好 這裡算了拇指環 但看起來是沒有辦法 解掉這些提示了 下方又拉了一些槍兵跟弩兵 到了前線想要給YO一點壓力 這邊觸控一下聖物 這應該是要來撿聖物 好 左邊補雷跟城堡 上下騎手 上面插城堡 下面偷你聖物 偷完聖物 再趴這些兵去騷擾你下方 自習式騷擾 Wiper的經典又要來了 OK 看到前面有神聖中心 再往前蓋了一點 能花一個神聖中心就很賺喔 這個壓寶戰術 好 前方這裡的槍兵配上弩兵 應該有機會解掉這些騎士 但是後方弩號在串燒 打起來會有點虧 串光光 剩下半血 沒了 沒了 真的是沒了 OK 但是好消息是兩個聖物 已經偷偷帶回去了 這裡一隻騎士 想要攔截 有機會嗎 有看到聖物不見 抓到了 在這裡 尷尬 這兩隻聖女沒了 但是 YO的上方 城堡 也是被壓了一根 補了一根城堡防守 OK MIPA點下了帝王時代 來 沙夫這裡的壓力非常巨大 要打這些大量的槍兵跟弓兵 沙夫能解的方法 就是投石車或弩號 或是大量騎士喔 但騎士的部分 你要先問過前方的槍兵 可不可以衝鋒成功喔 最近弓兵數量也不少喔 21隻 通常只要我20隻的弓兵單位 打那個騎士的騷擾效果就會很好 喔 這邊大量槍兵直接被砍爛 LIPA這邊集結好像是 有點下水餃式的 送了一些 這裡招牆 來不及 哎呀 直接送掉 托車看一下 能不能砸到 這裡只要控制這根城堡就很賺 OK 那村出來繼續修理 下方騎士無腦開A 哇 這一坨騎士已經擊殺了21隻的單位了 LIPA家裡有點被BBQ的感覺 這邊出來再稍微防守一下 這邊要三隻騎士 左邊這波大軍 被擋了下來 這裡補了一個 一根城堡 巨型投石機 待會就可以出來拆除了 呃 這裡怎麼還有一隻村民在這裡 蓋燒戰 歐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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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堡下方蓋燒戰 奇景 哪時候在這邊啊 是生理招想到的村民嗎 應該是喔 好 那布塔奧這邊補下了 化學三級色 走一個工兵路線 畢竟 葡萄人不管是要走工兵或是騎士 對他優勢都很巨大 黃金解冕 就是優秀 那斯阿夫人的騎士呢 沒有折扣 但是他有肉類的加成 出騎士的壓力可能會小一點點 但是他是沒有遊俠的文明的 所以跟葡萄打起來 打久了可能會被 葡萄的黃金 換到劣勢也說不定 這波槍兵又戳掉了一些騎士 攔截成功 好 這邊城堡拆除當中 這波偷襲有機會嗎 應該是沒機會了 白魄已經知道這裡有騎士了 開始會把槍兵王自己的礦點 防守 好 帝龍時代還有30秒 手推車已經升級完畢 斯拉夫人 這根城堡能夠防守下嗎 但是YO並沒有想要說城堡的意思 OK 現在是三聖物了 騎士直接走到這邊邊角角 抓到吃果子村民 好 歪魄剪下了挖石 跟二級農田 好 射掉了一台農炮 OK 又點掉了一台農炮 OK 又點掉了一台農炮 這個修道院有點危險喔 生物要先搬嗎 但沒有機會搬 生女到修道院附近 直接被點掉 YO這邊在升洞裝騎士 洞裝騎士升級上去需要一段時間 但是量產速度是會比貴族鐵騎還要快的 欸 現在對方是工兵單位喔 貴族鐵騎只有近戰防禦比較高 所以這邊出騎士是正解 恩 但是普塔塔這邊也是升級好的擊兵喔 極兵配強弩 步步推進 好 整整東西很快就被打破 OK 走到這個洞口 先去做一個攔截 應該是沒有問題 Viper這邊在空別地方 再把下面的兵紅前派 但是YO並沒有想要把縱裝騎士往前送 而是他往Viper家裡走 這很有想法 Viper這邊直接一個雙兵工廠 升三級的步兵鎧甲 還有二級三級的工兵鎧甲 工兵鎧甲跟步兵全部都升了上去 防守第一 裡面的村民沒有地方可以跑 補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尷尬囉 YO YO怎麼辦 YO 這裡非常的難受 裡面似乎是村民 經人買為患 剩下的村民只能在外面澀澀發抖 哇 全部都城鎮中心 受到了YO的頸春 OK YO又補了一些騎士過來想要解 但似乎有點太小看葡萄牙的強弩了 有拇指環 又有擊兵三房 他這坨騎士如果在前面就是有機會解掉了 結果Biper在家補了一根城堡 這城堡也看起來不好解 騎士上前衝鋒了 但衝鋒的結果看起來是沒解掉幾隻中兵 好 就送光了 完了 這個村民也沒有機會跑出去 Biper的騎士在後方 能做的事情有限 而且甚至讓Biper展出一些槍兵 可以在家裏防守 好 正面再上次解掉了正前方的擊兵 OK 這裡已經沒有擊兵了 趕快拉騎士去包掉 這裡可以衝了 這時候不衝哪時候衝 這我一定衝 好 衝了衝了衝了 這波吃掉弓兵的好機會 拉了幾隻騎士解掉上方的槍兵 OK 最後還是解掉了 後方的這些重裝騎士 直接被城堡 加上城鎮中心 跟少量槍兵解掉了後排的 大量重裝騎士 這波又送了前線 後方的也送掉 送光光了 好 但是第二波壓力來了 風琴砲加上火砲 OK 槍兵配火砲 還有 風琴砲 風琴砲 YO直接打出了敵局 這一波YO 有點顯得 控不太過來了 感覺 感覺上是 他後方這一坨重裝騎士 沒有打到東西 就只能投降 或許或許 可能直接往這邊走 然後看到黃金礦空出之後 再往左邊這邊直接走 會更好 但是感覺不管怎麼走 能打到東西 數量都是有限 他的村民有點 算是分散開來 就算抓的話 也不會損失慘重 這也是Viper的一個 分村的一個細節 到處都有自己的村民 在採資源 而且村民都不超過十隻左右 分散風險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Viper拿下了 落考六萬五的資源勝利 軍事得分 則是1.29 是阿富人 YO 則是KD比較高 但是卻輸掉了比賽 那很明顯這場比賽 是葡萄的黃金兵的優勢 黃金兵省下非常多折扣 趕快提升三攻三防 然後再轉出大量的火氣 火炮 巨型投射 槍兵的擊兵 600黃金也是輕鬆點下 那YO這邊果然是黃金爆了 因為他這邊能打的黃金兵 就只有重裝騎士 跟劍兵勇士 還有攻城系 但攻城系已經被 火炮給封印住的情況下 就只能轉騎士喔 那騎士又很容易被 Charmic徵醉到 所以YO就很容易 沒有辦法扛住 一波的攻城壓力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如果想要 mach一人 這邊可以請問一下 我們要看 我們要看 溝通新成功